这段课继续分析什么是妙心 为什么要讲一下这个 还要讲这个什么叫这个妙心呢 因为这个妙心呢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都知道神区不是自己 但虽然我们知道神区不是自己呢 我们容易犯把神区当成是自己 就因为把神区当成是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不原谅人家的表情 不原谅人家的语言和行为 因为他把神区当成是自己了 那么你把你的神区当成是自己 你就把别人身区也当成了跟你自己 这个身区一样的这么现象 所以就容易犯这些错误 但是我们讲的这个妙心的时候呢 就这个心是从所谓真正的那个自己生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呢 就是能够指挥你这个身区的主人 一抬头一动步一摇手 能抬头能动步能动步的那个主人 或者这个功能 说这个主人更准确一些 就说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自己 而这个自己呢 而这个自己呢超越了这个身区 超越了你的思想 超越了或者说意识 这就是才是真正的那个主人 或者说这个真我 主人呢 或者是这个真我 我们如果说真的知道这个主人了 我们就应该跳出这个身区 就是再不被身区牵着走 你比如说身区有胖瘦 你喜欢胖的不喜欢瘦的 这不就是出来烦恼了吗 身区有男女 你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 这不就是出来烦恼了吗 身区的行为有善有恶 那如果说你喜欢善不喜欢恶 你是不是又把烦恼产生了吗 所以身区有男女老少 有胖与瘦 他的行为在你这里认为就是有好有坏 那么你烦恼就出现了 但是如果说你在心中产生了 分析呢 比如说你心里 你喜欢这个忠诚之人 不喜欢那个呢 不忠不孝之人 但你产生这样的心 他又烦恼来了 所以呢 这个心他也是 就说产生一定的两面性 也就是说在你意识上 或者思想上产生两面性 你就烦恼产生了 那么我们呢 什么叫妙性呢 就这个妙性他超越了这个两面性 也就是说他超越了意识 超越了思想 超越了这个物质之躯 超越这两个 所以呢 他是 超越了这个两面性 所以这个心呢 我们称为妙性 而这个妙性产生的是什么呢 我上次在讲 我说 这个妙性是因主人而生心 而生在这个心中呢 只有这个主人 就是只有这个真我 主人或者真我 他俩相遇之时 碰撞出来的这个心 我们称为叫妙性 就上次 打那个比喻的火柴盒 和火柴梗是一样的 火柴梗和火柴梗 他两个 这个火柴梗是从火柴梗里面 取出来的 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火焰 当他那个一相碰的时候 产生了这个火焰 火焰原先有没有呢 没有 因为有火柴梗和火柴梗 他那相遇 才产生了火焰 这个火焰 是他娘这次相遇产生的 那么所谓的心呢 主人和主人相遇 这个主人呢 因主人而 身处 另外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真我 这个真我和这个主人 他那是一样的 让他俩相遇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时候 生了一个心 这个心呢 心中只有我 就只有这个主人 或者只有这个真我 我们把称这样的心呢 叫做妙心 叫做妙心 妙就妙在这儿 称为叫妙心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妙心 怎么才能把它保护上 就说保住这颗妙心 因为你任何人 不管你是有情无情的 或者是有情无情的生命 你只要一旦忘记了这颗妙心 你烦恼便产生 因为假如说我们一旦离开这个妙心 就有可能去落入生死 落入轮回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住 保守这颗妙心 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我们可以说 尤其活了几千世 至少我们这次活了几十年 不知道这颗妙心 因为不知道 我们呢 经过前面的探讨 我们现在知道了 知道又怎么把它保住 把这颗心保住 不能挪于意识 不能挪于思想 更不能挪于物质之躯 但是一旦挪于物质之躯 什么财产名利 你都跟着来了 那就是痛苦万败 但是讲究说 如何保守这个妙心 如何保守这个妙心 在保守这个妙心的时候 以前我写了一首诗 就是修道章 这个修道章呢 这一首诗呢 不是我说的 是唐摩大师说的 但今天呢 我们就是分析 这个唐摩大师 教的那一首诗 就是我们保这颗妙心的 最根本的 最基本的方法 除此方法以外 别无他 我们称为叫做修道章 修道章啊 我们一句一句的阐释 这个修道章里面 你一句话他说的 闲时守清静 那闲时守清静 这是唐摩大师说的 第一句话 闲时守清静 就什么意思 什么叫闲时 你说我们平常每一天 出了上班 或者说 吃饭穿衣 是不是都有空闲的时候 就当你空闲的时候 就去保守这个什么 保守这个清静 而这个清静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清静 就是代表的真我呀 我说的闲时 就是在你有空闲的时候 稍稍有空闲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睡觉了 在睡觉以前 你得提醒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谁睡觉 休息是神区去休息 因为神 这个 神区 因我 而这个神区的生命存在 所以当你这些睡觉 就往床上去休息的时候 你要想到 实际上这个神区来休息 因为神区因我而疲劳了 所以呢 得去休息 这样啊 你去休息的时候 肯定身心清静 都像寄贡活物说的 常服毒睡完啊 就算你去睡的时候 什么心都没有 哎 把你这个神区往床上 轻轻一放 睡着了 啥事没有 这要说你 纵然是晚上 犹如百昼啊 就是你不会做任何 不好的事情 是在身处不好的心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守这个清静的意思 这么守 只有你有空的时候就这样 那么你说什么人有空啊 你说我这个人喜欢大家常 见面喜欢说话 坐在这就喜欢胡思乱想 我们 大多数对这个习惯 见面就爱说话 说的全是废话 什么叫废话呢 哎 你家儿子怎么样 结婚了没 你家姑娘生孩子了没 什么是有喜事 给我通知一事 多的没有 少的也得随个礼啊 你近说是这些没用的 你老师还在吗 我老师早没了 什么时候不在的 这些话全是废话 哎 那么见面有这些话吗 哎 应该没有这些语言 相互尊敬 以礼相待 把你 或者说 修到路上 哪个地方还不能解决的问题 向对方请教 如果没有 就不要自责多情了 这就叫做所谓的 清净 所谓的清净啊 那时候我说咱们见面说 我有几天 没没吃或者是凉皮了 我想吃凉份 你啥事 咱们去买 你说这是 清净还是不清净 哎 或者说你说 我见面 你说走 咱们待在屋里 没意思出去转转 哎 那你买不 不买 就是想到商场去转一下 或者到超市去转一下 你说是不是这些人 清净没有 那么你这种人 是不是修道人的 修道张学大人 就是修道用的那种 闲时守清净啊 我们都要守卷室就去面 卷室就去面 什么是卷呢 你说白天我一困扰 困扰我都去睡呗 不是那一次哦 关门徐时 徐时在什么时候 哎 七点到九点 在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 你必须学睡觉 你最远也不超过九点 你得去睡 这合乎自然规律 天亮了 咱们就起床 天黑了 咱们就得休息 那你说现在天气 六点都开始在黑了 那你七点还不准备晚上睡觉 哎 卷室就去 只要你困了 就是 在 晚上徐时的时候 就必须得睡觉 徐时就是七点到九点之内 你都去休息 如果你不去休息 比如说今天咱们坐在一块 那听课 那听课 有些人已经就睡意绵绵了 就准备要睡了 哎 他为什么要睡了 基本上在七点 他没有去准备睡觉 别说七点到九点 还没那意思呢 是吧 那你这种人就是 黑白颠倒啊 白天是工作 学习 晚上是休息的时候 那你这个事一听 就开始咳睡了 你说是不是 没去眠呢 那你说你不是要向成佛吗 或者到极乐世界吗 或者是要了生死吗 哎 饭没饭 所以他那修道无难了 就是叫你 看到 闲时 守亲近 困的时候就去睡觉 他们还说笑话的叫做 吃好饭 睡好觉 这就是个修行人 但你这一听 就说我傻 我们里头都不懂啊 那我就天天吃饭 天天睡觉 反正吃好 睡好觉 我还没睡好呢 继续睡 哎 还没吃好 我早晨吃面条 中午吃米饭 晚上吃了啥呀 一天就在琢磨这个 反正要吃好 说他吃好饭嘛 什么叫吃好呢 什么叫穿好呢 还在什么叫睡好呢 睡 长福独睡完 你像我们女同胞 可丢人了 活到他60岁 脑袋该死了 好 跟别人一把眼了 一把啪哩 我们真是 没丈夫了 没脑袋 可孤单了 晚上就我一个人 儿子也不回来 你说这是修道人吗 这人他能长寿吗 哎 我基本上说的 凡是修道者 皆福独睡完 人家到了七点九点 你都去休息 你不要想到说寂寞 那有些就是 五六十岁了 还找个二婚 他就赖不住寂寞嘛 哎 那你苦不苦 累不累 这样的人 你能修成个道吗 你别说修成个道 你就成个人 你也是个苦命人 这不保守我 居然是修行面啊 晚上争取在七点到九点的时候 请咱们就应该休息 哎 即时一晚饭 可时一平权 我吃不饭 好 咱们吃点了 咱们吃不 voor 好 咱们吃 restrictions 看上去这个谁做不到 哪个不知道饿了吃饭 但是我们吃饭不是这么吃的 我先也先说对话 顿顿吃饭 没吃到一厘米 有这样的吃饭的厉害 也就是在你吃饭的时候 你想谁吃饭 为谁吃饭 你说为我吃饭 肯定这话你错了 为这个神区吃饭 为这个神区吃饭 为什么要跟这个神区吃饭呢 你说我吃完饭了 好去打麻将 你跟饭肯定吃的不合适 你要吃完了 好到超市圈逛一圈 是不是 肯定吃错了 为这个神区吃饭 那既然你知道吃饭 我吃不着一厘米 是所有的我 因为我跨越有无 为神区而吃 既然是为神区 神区吃这饭做什么 增加他的能量 就好像说汽车 对他加油是一样的 那既然加的是油 你挑什么事 挑什么菜 你不就没坏习惯了 饿了饿了就吃饭 就吃饭吃菜吃菜 有饭有菜 你是有福人嘛 你就把饭菜吃了嘛 他边吃的时候 你别说煮面条 他要吃米饭 吃米饭的时候想土豆 吃土豆的时候想煎饼 那你说这吃的啥饭 你是不是个修道人 或者你是不是一个将来可以长寿的人呢 凡是长寿人 一般不会挑食 凡是挑食的人 很难长寿 挑食首先是对天地 天父地母不尊呢 你得天父地母都不尊 你就是不孝 不孝之人 你可得长寿 所以看上这句话可简单 吃鸡是一碗饭 饿了就吃饭嘛 吃这个饭 你要第一个想到 为生去而吃饭 吃了饭干什么 如果年轻人咱们吃饭干什么 要去劳动 劳动了干什么呢 我再去好好去孝顺你的爸妈 孝顺公婆 这饭吃得好 那我们的老太太老爷子吃饭干什么 我们吃了摘养天年 天年干什么呢 修心养性 人过六十应该修心养性 修什么心呢 把你其他的心都要修掉 修嘛 修自行车 你钢圈坏了把钢圈换掉 不要弄个好的钢圈 能弄人的修心 比如说你里面有 自私自利的 或者有害人害己的心 都得把它修掉 最好成什么心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妙心 最好把它弄到这来 把其他的心都修掉 把妙心呢 找回来 把它保守 保住在这 吃饭干净就干这个 当然有些人老了 没办法 他喜欢孙子 我老了 我想 我吃了饭了 我都去抱孙子 然后去背孙子 那你愿意去 肯定你就去 看似简单 做起来实在是太难 吃饭不凋食 吃饭不责怪人 有些老太太 我吃饭 自己做饭 自己吃 他也干不了 而媳妇跟他做了 他也调三天四 姑娘跟他弄了 他弄不好 他还要责怪他 骂他两句 你说你这脑袋的 啥老太太 怎么修啊 就这样的人 你可能也说 就到极了世界去 或者也想 了生死 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一拼拳 这个拳子 你要理解 就是叫我们喝点白开水 哎 你跟他说 我习惯了 不放茶 也喝不下 是不是 既然那个水 白开水不爱喝 他也喝点饮料 这些心都是错误的 口渴了 就喝点水 你想这个人多自在呀 哎 我边写你们都应该边记住 闲时守清静 卷时就去眠 即食一碗饭 可食一瓶卷 保守这个心 在衣食住行上来说 就这么保守 就是平时在衣食住行上 你就这么保守 你想想你这个人多幸福啊 你们假想一下 看 闲时守清静 一直在意味下来 什么十字节 你看 手一动 身子一动就知道 这个身子没有我 他能动吗 有我身子生 无我身子死 而我永存 我无生死 纵然身去看他 有男女之别 有生老病死之变化 我 他们说过 时髦的船上逃生一救 其实我还是我 你可轻松了 你说这种状态 多幸福啊 不然那个佛教里面 怎么有一句话叫 禅约为食呢 禅 禅约为食 所以这个禅 这是我没在佛教里面讲 所以这禅就是指那个真正的自己 你看 我们跟你说 中国的文字 就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就是 就是我们的做人之道 你看这个禅子 它是不是一个一旁 一就是指我们这个身躯 所以这个丹呢 就是指那个自己 没有自己你禅然呀 知道这个自己 也知道这个身躯不是自己 你说你多轻松啊 纵然看到身躯 慢慢在大了 慢慢在老了 不计的将来要死了 他死他死了 我还是我 恰恰你如果打到这种状态的人 你还可以长寿 人死是什么 那是气死的 人死是自私让你死的 人死是让你们这些虚伪的人虚死的 要如果是要打到虚恼和上一半二十岁 请你禅阅为时 你打磨大师寿命长 虚恼和上寿命长 他为什么他寿命长呢 他常常禅阅为时 那么他如果知道禅阅为时的人 可以说他说的 就像孔慎说的那句话呢 吃饭不知食味 就吃这个粮食 他不知道粮食的味道是什么 因为知道粮食的味道只能是保你舌头的口服 而这个味道 馋味 那是永恒之味 他无有生死 比如说你吃的那口味呢 你比如说咱们喜欢吃秦镇娘瓶 这秦镇娘瓶你吃了 他保你一份口服 当你过了这咽喉 那娘瓶味还有吗 没了 那就说当你进嘴的时候 这个味就生了 一旦吃完了 你这味就死了 一生一死 大概就是十分钟 你看十分钟一生死 多粒啊 唯独这个肠味 肠的 好 当我们在衣食住行当中 做到刚才说的 闲食守清静 眷食就去眠 鸡食一碗饭 可食一斤泉 这是针对自己 那么针对外面呢 那么达摩大师说的这个里面的话呀 他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财产名利呀 比如说你去挣钱 那想钱 或者想地位呀 想名誉 他不想这些 这些他谈都不谈 因为这些是俗人所追求的事 他所告诉咱们后面的话 就是叫我们 连那个所谓的 世间我们修道人说的 什么神仙呢 佛菩萨 他就我们怎么办呢 有没有人来说的 我就是这些计算 那么这些计算 我可以说你这些计算 我那是什么事 我那是什么事 看 由他佛自佛 由他先自先 你看达摩大师说的 告诉我们 就是你要修行就这么修 你看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我们学 学佛的或者修道的 我说是我们去学佛的思想 或者学佛的行为 那么由于我们如果说 当没有遇到老师引导的时候 那你去找佛菩萨的蛛丝马迹 然后呢向他去 走他的那个足迹 那么一旦有老师教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去听老师教你怎么做 因为 不是道红人 只是人红道 这只有人来教你 怎么去修这个道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嘛 那么这两句话 但我们到现在 有的学了这么多年了 尤其是几十年了 还没有按这个话再做 见那佛菩萨像了 那赶快都要去办 听说哪有个佛 那花多少钱都去 是不是 脑子饭都不愿做 就要去找那个佛 要是听说他是神仙 在八千二 你家里都没神仙了 那他这话就不是 告诉我们就什么意思 由他佛自佛 就说 假如你看见了 说这是一尊佛 假如 你听见哪个地方有佛 你都得 如如不动 这是我们保守 妙心的方法 你都如如不动 你说八千二 那个真神仙 可会算卦了 你去了就能知道 你是七十五岁 还是六十三 如果你一去 还由他先子先吗 所以由他就说 让这个神仙自由去吧 让这个佛自由去吧 与咱们自己 没关系 你能办到不 有些人为了跑四大名山 为了去拜哪位佛佛 或者为去拜哪位神仙 你们花了多少心血 精力 或者说金钱呢 上当了没有呢 上当了 但是你也许你要怀疑 怀疑什么 说 这话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你自己编造的 我没这能耐 这话我敢写吗 这是 我们东土的第一代祖师 达摩大师说的这句话 难道我们都不接受吗 哎 那么他是从释迦牟尼佛 那一代一代传下来 传的第二十八代祖 那是在印度啊 第二十八代祖 他是祖师 他的话难道不对吗 再说了 我们在分析什么是妙心的时候 里面谈到了佛与仙了吗 这个妙心里面有没有佛与仙呢 这个妙心里面就只有这个所谓的自己 我说自己永恒 自己永生 无时节以前他都存在 无时的将来 他还是原封不动 就是说那个我还是那个我 他无有生死 他无有轮回 他那里非佛 非众生 你看这是什么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 就像说的如来 所以如来就说如如不动 如此而来 他那里是非佛吗 既然是非佛 他是不是也是非仙呢 既然是非佛非仙 是不是他也非众生啊 所以既然外面说他有 他是佛 他是仙 我们都不要管他 他是佛 他就当他的佛去 他是神仙 他就当他的神仙去 我还是我 那么以此推来 就连一个佛与仙 都是如此的心态 他说他是个菩萨 你是啥啥也行 你上啥下啥都行 别说你啥菩萨 就说别人他干什么都有他 你还是这个我 所以这个地方 他说你无时以前 他就存在 我也不是佛 也不是众生 那你是什么呢 非佛非众生 非佛非众生 是什么状态呢 在我这个状态 非非一非非 行 你说啥呀 他也不是 你看这个状态多幸福 那你当于是这种状态的 所谓的这个人 你说你一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态 你是不是一整天 是不是笑口常开 那这种笑口常开的人 你那个心是不是个好心 比这个好心 是个妙心 那你这个妙心 你这个身躯将来就成为一个妙体 既然是妙心或者妙体 你别说活八十 你活一半二 它有啥区别啊 要活就活 不活那就算了 走吧 多自在呀 他说来时一片洁白 走的时候一片光明 但是我们只是说觉醒过后啊 知道自己过后你才有这个希望 所以过去在禅宗里面有人 他有站着走的 有坐着走的 还有的呢 他一只手着着树枝 掉到那个树上 死了 他说你看我死给你们看看 他掉着给死了 他为什么手把那个树上 他说走 把神区一根都走了 因为神区是天地间的 我如果把神区都带走 是不是偷天父地母的 那个这是天父地母的神区 我凭什么拿走呢 如果从一个小家庭来说 那是爸妈所生所养的 我把这个身体带走 对得起爸妈妈 他们生一次养一次也不容易啊 你说带走对不对呢 不对 他也是天父地母所养的 放着 是不是 我往树子一掉 抓住这个树子一勾上 他一不动 他说永远就这么勾着 如果你如果说假如这个在 他手是不是可以松 就这么一勾着 我一走了 他说永远就这么勾着 掉来了 走了 是不是 人家说这个伟大 那还有一个城市他说 你慢慢走 你慢慢走 看我这么走 他打了个什么 我们喊的钥子翻叉啊 一个车身翻 这一翻到空中 这么泥的这个事 不动了 走了 你看 这来去自如啊 比我们还没死 就并抹成身 真是死而后已啊 那种死是不是可怜呢 笑归笑 你看我们要想 自己将来如何 怎么向天地父母交代 怎么向你在天之灵的爸妈交代 你走的如何 别急了一走一检查 麻烦了 癌症 癌症 那真是癌症了 死的多可怜 还没死都一天在床上生硬 哎呦 我儿呢疼啊 没人理你 谁叫你年轻的时候 不都人喜欢他 哎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既然就是佛和仙 我们都给他自由 也不需要去拜 是不是 也不需要就 见了他就赶快去跟他尊敬 为什么呢 佛与仙 没有我 如何成佛 没有我如何成仙 我们是假如 假如我 什么有情无情 有情无情 虚空大地 与我何干呢 假如没有我 这些还有吗 假如啊 没有我 这一切也没有啊 这一切因我而生 妙心是因我而生 妙心生妙法 一切法因我而生 是不是 若无我何来心 既无心何来法 无有法 怎么有佛有仙 你说这是什么状态 咱们如果每天活在这种状态 你是 前天跟无神老母 一起游 成家无神老母 压根就没有生 所以他无生 一切因他而生 所以他是老母 你看 这多幸福啊 哪一天我们烦恼成床的 是不是 今天达到这个状态了 我们下期待 现在我们下期待 什么状态 我们下期待 这就是 我们 所谓的那种境界 就那种乐趣 滔滔风波起 少功不开转 他说真的 你连先佛 先都由他自己去先 佛由他自己去扶 那你是不是 滔滔风波起 就是你一切都影响不了你了 那什么生老病死了 不影响你 因为知道生老病死是神区 生因我而生老因我而老病因我而病 若不诸恶因怎么会生病 是不是 所以生病之人可怜 他也着可恨 谁叫他造恶的 生老病死自然变化 没关系 滔滔风波起 连自己神区的生老病死 你都不开船了 你就你不为他而着急了 也不为他而心慌了 那你别说什么 神区以外的所有的事情啊 哎 那比如说你一个开车的 要罚你50块钱款 反正罚你200块钱 你都急得不得了了 那是个傻事啊 哎 所以啊 真正所谓的修道人 要保你那可妙心 请把我们刚才讲的修道章这首诗给记住 达到这种状态 有这几米歪眼的 问自己是不是这种状态 点头摇头都没意思 问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的 啊 见人是不是那么恶意奉承 见儿女是不是那么巴结 见孙子是不是那么讨好 见您到了是不是那个位置在旁边 生怕他不给你工资 问自己 见了丈夫是不是那么委屈求全 要问自己是不是那种状态 别人点头摇头 你不要就是你知道 但是你要在生物上要这么去做到 为什么就保守这可妙心 保守要这么去保守 你不要听他 这个我知道 我早都知道 你多少年以前 你不就这么讲吗 十年以前你不是写的修道章吗 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么做的呢 做到这种状态你不是你多少幸福啊 而这个幸福怎么去形容呢 可以说在宇宙间最幸福的便是自己了 或者在宇宙外最幸福的也是自己了 那些是无形的所有的无形的生命 什么叫无形我们肉眼看不下耳朵听不着那些声音 他们是无形吗 他们都非常佩服你啊 你已经达到究竟如来的那个位置了 那你肯定坐的就是究竟如来的宝座吗 那么任何那些的有形无形 有形无形 当越着你这个身躯的时候 或者越着碰见你这个心的时候 他都得要尊敬于礼 礼拜于你 你达到这个位置了 不知道你如何达到的 他不知道 但他就在尊敬你 因为你伟大 他可以为他开先河 为他开迷雾之路 为什么我们假如活在这么多时间呢 假如说你在家里连你耳里都瞧不起你 妈 你在哪啊 回来 你说这口气听的 你说 你是啥事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啊 保守这个妙心 讲归讲 做到确实太难 怎么心中 记录这首诗啊 这就是我们修道的时候 就是保守这个心 保守这个道心 道心呢 让我们这个道子 对啊 中间这一横是代曰的这颗心啊 中间这一横代曰这个心 顾名叫做道心 要保守这颗道心 这个道心我们在里面讲呢 其实就是那个妙心 要希望我们把这首诗在心中常常别忘记 当你没事的时候 哎呀 那个老师讲了 闲时守清静 到晚上七点了 眷屎就去眠 肚子饿了 及时一碗饭 想喝水 可时一平全 再来来一阵佛 由他佛自佛 那来来个神仙 由他仙字仙 听出来那长工子了 滔滔风波起 怎么办 烧工不开船 你说这多幸福啊 多状态啊 如果你说大姑娘 听外面来个美男子 滔滔风波起 烧工不开船 说真的有个美女 滔滔风波起 烧工不开船 你看你心里多乐呵 你整天那是什么状态啊 这样的人你老了眼睛不慌 是不是 耳朵不聋 你说我还没到五十都聋了呢 你说 谁叫你听那么多 这是讲的保守 那把这个保守了 再讲一个 牵着到 这是保守 庙心 那么保守 只有怕他能保守了 下面呢 都教一个 长寿芝麻 长寿之法呀 就说如果说我们 假如保守了 但是我们有这个身躯了 这个身躯已经来在人间 麻烦了咱们爸妈 生一次 生一次 养一次 也不容易呢 那么我们怎么让爸妈的这个身躯 在时间 在人间 多活几十年 时间活长一点 不但要活长一点 你活得越长 爸妈越高兴 他就死了 他在天之灵 他也高兴 你看我生了老儿子 我老姑娘 现在八十九十 他还活着呢 你为什么你长寿的高兴 因为那是他的成绩啊 生他养他不容易啊 你在人间活得长寿 爸妈高兴 是不是也在尽叫 你在人间活得长寿 如果没做坏事 天父弟母 是不是也高兴 但是说 你只要保守这个庙星了 他恰恰得到长寿 所以长寿不是像你们说 跑到庙里了 见那个佛像 博杂像 神仙像 去磕头 或者到四大名山 去求求来的 没门 不可能 哪位佛菩萨 也不可能跟你长寿 若他能跟你长寿 他错乱因果 长寿是靠自己 种长寿因 才得长寿果啊 是不是 我说到佛 由他佛做佛吗 先由他先自先吗 他怎么跟你长寿呢 要想自己长寿 必须寻以长寿之法 那既然我们在前面讲了 先要有道 是吧 这是道中心吗 有了道 就要行于德 有了道啊 行于德 那么这个德怎么行呢 就是要自然而生 自然而然的 生出你的这个德来 如果你自然而然的 生出这个德 这个德才是真正的德 有一些我们在那个 情经经里面说的 上得不得 下得之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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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上的不得下的值得 下的值得 值得值得不明道德 这个话是谁说的 是太上老君说的这句话 那我们呢要达到这个位置上 叫上的不得 什么叫上的呢 你只有知真我者才能达到上的 只有知真我的人 身处真我这个心的人 或者说叫众生 或者说叫生命体 你才能达到上的 否则的话 就连世间所谓的什么菩萨呀 或者说什么一些普通神仙呢 都不能达到上的 就行上的的人 他没有想到他要行与德 但是他就在德中 那么我们就是普通这些人呢 下的值得 就是他 他说我一定要去培德 我一定要培养我的德行 这种人属于下等值 这种人 执着知者不明道德 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道 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道 所以他也就 这个何为德 他也就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德 是我们在书上没有阐述的这种德 那么到底这个上德之德 是什么意思呢 上德之德是什么德呢 看我怎么讲 我们讲上德的这个德 还是以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八德来讲 看这个就说我们的 世间 当然我们世间的太平要八德 我们保守这个妙心 要让这个身躯长寿 也得要这个八德 但是意思他不一样了 笑气中性 你一年之 看什么叫做笑 凡事不知真我的人 不保守于真我的人 皆是不孝之人 这个你讲 因为跟我们平常所讲的 讲的这个八德的意思 他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不违背原先所讲 什么叫笑呢 就是笑于真我 就是笑于真我 什么意思呢 你知道我们所谓的笑 那就是对以前的 比如说对父母啊 对天地 在神区来说 父母在我神区以前 所以我就笑父母 那么天地在我们神区以前 有天地 说明就孝顺天父弟母 那么孝顺天父弟母 孝顺 孝这个家父家母 跪在于顺 是不是 那顺一顺就说 要说的话 不管是天父弟母也好 不管是家父家母也好 或者说在虚空也好 或者是有无也好 或者有情无情也好 他们 接在真我之后 这个真我 是在这一切一切的之先 所以这一切一切之先 我们跟他一个称呼 叫做什么呢 叫无生老母 是吧 就我们叫他无生老母 就他在一切一切之先 是我们应该去孝于他 那么怎么叫孝于他呢 他说所谓的孝 跪在的是顺 那么就顺这个我嘛 记住啊 是顺这个我 不是顺那个 我们私语的 身处的那些 思想意识的 那些东西啊 那你想 假如 这个我 能举手 能抬足的那个真我 那么他在神区之先 是应该是不是要 听他的 不能听他的 哎 听指挥这个神区的那个我 要听他的 不能听他 是不是 你比如我们说一个 丑话 我们跑到动物园去了 你呢 是这个手 你看见一个猴子 看见猴子的手 哎呀 那个手跟你这个手不一样 问你 你背了笑没 他那个手的那个主人 和你这个手的主人 是不是一样的 你说那我还想去摸一下 他那个手 你背了笑没 对不对 那就说明 你 被手 牵跑了 你的动物园去 看那猴子了 你被猴子了 那个时候又牵跑了 你说背了笑 是不是 白善 笑为贤 你已经补善了 你背了笑吗 对不对 要顺这个证 顺这个证 那既然猴子 那个是你知道猴子的主人了 你说你 你需不需要到动物园去看猴子呢 还需要花钱买门票吗 跑啊跑 需要去吗 猴子的手跟你的手 都是尘土堆积 能让猴子手动 和能让你的手都动的 这个主人跟我是一样 既然一样 我需要去看猴子的手吗 需要去摸猴子的手吗 不需要 那以此类推 世间人坚如此啊 是不是 那世间人坚如此 那人家抱个孩子 你还想去抱吗 但是我们老太太最为犯错误 要是你的姑娘 要是你的儿媳婦生个孩子 你三天不抱 你都生气了 虽然是你的孩子 也是我孙子 咱不让我抱呢 他们就生气了 因为他违背了笑 他不知道什么叫真我 因为孙子的能动的 他那脚手能动的那个主人 跟我这个身躯能动的这个主人 那个我是不是一样的 既然一样 为什么不顺呢 好 这是讲小 在那 讲T 好 你比如打个比喻啊 我们在座的人 这是指友情的啊 并且还有这个身躯的人 既然你那个身躯的这个主人 跟我这个身躯的主人 是不是一样的 注意啊 特别是我们旅同胞啊 你记得啊 为什么这么看人 为什么这么看 当他这么看的时候 他T不T呢 所谓的T是不是就关爱 那就不会像有些人那么 挤着个眼睛 看这 就不会用那种眼神看人了 你为什么呢 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主人 跟我是一样的 既然一样 我们是不是 无论多少人 是不是就犹如自己一个人 对 那么这个所谓的真我 咱们都是一样 那我们见谁 是不是就是亲切的 既然是亲切的 你怎么会去责怪他 当然这里面还出个问题 我讲的教咱们吗 当你犯了这个错误的时候 我就告诉给你 因为你那个心没在 所谓的那个妙心那个地方吗 我就说 你对人不应该这么对待 他与你有何区别 纵然年龄上 或者身体胖瘦上不一样 但是这个主人 这个真我咱们是一样的 既然是一样 你有什么 你又求不起他 既然真我是一样 你有什么 你又让他来伺候你 你看这个话 是不是说的好啊 这位老师教学生 是不是应该这么教 我们女的傻呀 我们旅途把这些当学生 他也跟我学 你怎么这样对我呢 师父都讲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 这不是麻烦了 我当老师教咱们 教你 就说要 常常 保守争我 结果你呢 用我的话 又去训斥你身边的人 你是他老师吗 哎 不是 那你还有的就是 你在这停了过后 你不就这给我当学生吗 你回去他去 要求他老头 我师父都讲了 你那种态度不对 那你不是又学啥了吗 你不能在这学的 学的是要教我们自己怎么做 你怎么回去 要求你老头 或者要求你丈夫这么做呢 你以为我们聪明了 我们还是傻 就说 用我教的这种方法就是 你要求我们自己 让我们自己 常保争我 争我常在 那么你既然这样的话 所以你不管你 出门去了 或者你到家里了 亲戚六圈了 你不管他是在打麻将也好 或者他在孝顺父母也好 或者说他在那边骂人也好 你都不为之而生气 那你说我什么也不管 那不是我就麻木了吗 什么事也没了吗 那你理解有 假如说遇到打麻将的 他又不是你的儿女 或者是你的儿女 儿子大不由良啊 他不听你的 你学说他吗 是有人在那骂架 你能劝得住吗 他学你劝的时候吗 他请你劝吗 他劝你你听吗 就是这个 都要得考虑 如果这些都不太符合 他骂人与你也没关系 那你看他偷东西呢 你有那个能力 他你有那个德行 他愿意听你的 你可以示意叫他 最好别偷 那如果说你没那个能力 也没那个德行 他也不听你的呢 别无事生非 别没事找事 但这个也是以后再去讲 这你们因为我们 我们多数都是女同胞 他确实得一点一底 得跟你说 都让我自己懂的 你看他表情 其实你不行 你不要认为自己挺好的 就是 那个我们刚才是指这个人群当中 当然我们如果放眼四方呢 有人还有非人呢 有地狱众生还有鬼呢 有七华仙 还有地神有天神呢 还有有形无形的这么东西 有形无形的生命 还有有情无情的生命 还有虚空内外的生命体多少 那皆得 用替心相待 是不是 那么假如他在地狱受罪 是不是如同自己受罪 假如他在得病 有自己得病 假如他心里有烦恼 有自己烦恼 这不就是 他说你 大地与我 同体 万物与我 同根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胸怀 这种胸怀的人 他不会做没头 他不会瞧不起人 他也不会瞧不起鬼 他更不会瞧不起猪牛羊马 一切生命体 坚于我本同 这就是体系 然后就是忠心 忠 什么叫忠心呢 忠于这个真我 你忠于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 我们忠于父母 那是一段时间 是不是 父母健在 忠于父母 父母离开人世 父母在何方 是不是 对你来说 这一生没有父母了 忠于天地 它是也是一段时间 比如说天地 我们说十万年八万年 假如说 他健在的时候 我们就忠于天地 如果天地 他也有灭亡之事 他也有死亡之事 因为凡是物质成形的躯体 他皆有生脑病死 思想意识都有生死 何况物质之体呢 他有生脑病死的变化现象 所以天父地母 他有神区的时候 我们忠于他 没有神区的时候 如何去忠诚于他 不可能啊 如果天地的还没有 你的神区又在何方呢 神区也就没有了 那所以说 唯独这个真我呢 虚空有坏 我无尽 纵然虚空 虚空本来是不会坏的 虚空不会坏 虚空假说 我们是假如虚空坏了 我还在 因为我在虚空 以前 我在虚空以前 那么对他是不是 忠心耿耿 并且确实永恒不变 既然之过长存 是不是忠心不改 记住 忠心不改呀 下一个讲 我们讲一下什么叫信 其实信就是什么 信真正的我 或者说信自己 但是这个呢 容易产生误区 就是我就相信自己 这个自己不要认错了 千万不要把你的神区 当成是自己 千万不要把你的思想 当成是自己 千万不要因为你的思想意识和尘土对应而生的心 当成是自己 这话是这么一句话都说过来了 理解可来 唯独只有能生心的主人才是自己 我们如果知道这个自己 你还要相信他 要相信他 真正相信自己的人 他不会说假话 但是我们学佛的人 或者修道的人 他说了假话 他脸不红 心不跳 这就是我们女人的一大特产啊 你看我们女同婆撒谎啊 他撒的可圆了 比月亮还圆 他撒谎过后谁都不知道他在撒谎 所以有多少愚昧的男子被女同婆哄得团团转 还有 我们脑胎在撒谎 比年轻的那些女同婆撒谎还厉害 因为脑胎在撒谎可以把年轻的女孩子们玩得团团转 而年轻的女孩子又把年轻的这些男人男人们呢 哄得团团转 脑的我们叫老见巨花 他撒谎 你电视都看不掉 他说他本身就打这玩 真的 你不信啊 我亲眼看见 他就说这话可信了 他什么呢 违背了这个信 什么叫信就是表你如意 内外如意 什么叫表你如意 表就是身躯就是心 离就是这个自己 内外如意 什么叫内 内就是真正的自己 外就是这个身躯这个心 因为内就一切皆从自己这里生发 所以 要相信自己 那么你反过来想 当你跟别人撒谎的时候 你还是你自己吗 所以这个别人 这个主人是不是跟你是不是一样的 你跟他撒谎 是不是你违背了这个自己 违背自己 是不是就不信自己 自己就不信自己 你只能随着身心所欠 要么落于有情 那要么落于无情 要么落于有情 要么落于无情 那你不是进入生死轮回当中去了 所以要想不进入轮回 请相信自己 并且说 这个说说 这个自己是真的 一切的一切因自己而生 若无自己 一切皆无 因为自己 它是妙无 所以能生出无 一切自己 它是妙有 可以能生出一切有 所以自己是妙有妙无 就可以生出有和无 有 万物之源 无 有之母啊 就是那个无是有的母亲 就是先没有才能生出有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 假如我们打个比喻 假如这房子已经有了 什么都有了 咱们能走进来吗 至于无才能装出这些有心之体 那么这无心呢 无情呢 那更是一切 关于这个有心无心 有情无情 来着方长 以后再去讲 这是讲戏 再下一个呢 讲什么是理 就是说对自己要有礼貌 什么叫对自己有礼貌 很简单一点 比如说当他们的脸变形的时候 都已经对自己没礼貌了 是不是 这个自己 他是比十五的月亮还圆 比天上太阳还亮 所以称为叫无亮光 大圆境制 平等性质 既然平等你会 你会这样吗 平等吗 你平等你会这样 平等没 但是我们女的这是长相 你变眼神 歪嘴巴 敲鼻子 这是我们的长相 那么你这样的人 你有礼貌吗 首先对你自己都没礼貌 你妈生你这个神 你是叫你歪鼻子 歪嘴巴 骂人 打人吗 没有这个事吧 但是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 你比如说那某人一看 那人我都瞧不起 你有礼貌吗 对谁没礼貌 对自己没礼貌 我们天天是不是对自己没礼貌 你喜欢哭的人对自己有礼貌吗 那你狂言大笑的人对自己有礼貌吗 你不就伤了你自己吗 好 当你伤自己的人是不是也伤别人 你比如说你说 我是曾经啊 见一个愚昧的跟我的学生 他自己打自己 我想起这事 愚昧至极 他还一定要认为他很聪明 那么当他打自己这个神区的时候 我们不说别的 对他爸妈笑个笑 他爸妈养出这样的姑娘 你说他爸妈伤心不伤心 当他打自己这个神区的时候 他对他自己没有礼貌 他不但没有礼貌 捏代他自己 是不是 就这样的人你还认为你聪明 你聪明啥还没聪明 对自己都没礼貌 你说这样的人还对别人有礼貌 你放心他对别人绝对没礼貌 你说不 那我见他您的还要哈腰呢 那是你对您的有所求 你说不 我见你买菜的人 我还跟他打招呼呢 你是想他给你多给点菜 对自己都不礼貌的人 你在外面去做事情 你肯定不礼貌 你就对他有礼貌 你也是黄树狼 给鸡拜年 没俺好心啊 是不是 只有对自己真正有礼貌的人 真正对自己有礼貌的人 他是不生气 不发脾气 不借怪人 或者说自己不会打自己 冷了他知道穿衣 饿了他就值得吃饭 哪受伤了赶快把他修复好 因为毫发之需 受之父母不可毁上 孝之使也 对自己有礼貌的人 他才真正对大家有礼貌 所以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做礼 他们认为就说送东西这是礼 见面弯腰这是礼 我以前说的有句叫做不背不看 什么叫不背不看呢 不背 不低人一等 不看 不高人一等 那既然不高人一等 不低人一等 与人怎么相处 平等相处 怎么叫平等相处 哎 这个里面呢 又要讲到女人的规矩 男人的规矩了 你不要平等相处 你说 老师咱俩是一样 平起平坐 那又违背了师徒的这种关系 是不是 还有像有些娘口子 娘口子 你是丈夫 我是妻子 咱俩是一样的 平等的 平啥 我这要这样 这人说话肯定糊涂了 妻子要尽妻子的职责 丈夫尽丈夫的职责 隔进其职 隔首其位 一路平安 不能叫一路平安 一生平安 是不是 就像自行车走 自行车到 那机动车走 机动车到 是不是他就一路平安 那夫妇两口子 是不是各走各地道 丈夫守 丈夫的规矩 女人守 妻子守 妻子的规矩 是不是一生平安 所以你看这个世上 有几人有礼貌啊 不知真我者 他没礼貌 因为不知真我者 他就对他自己都不礼貌 他怎么会去对别人呢 今天一人呢 以前 他喜欢自己 失梦气 气了在屋里哭 然后自己 拧自己的耳朵 打自己的嘴巴 等他丈夫一回来 假装眼泪一擦 啥什么油 是不是他就 裂带自己 裂带自己的人 如果让别人一看见 是不是伤心 这才知有形的生命庭 那那些无形的呢 比如说 圣贤先佛那么怒过 看见有一个人在那 自己打自己嘴巴 那世界先佛是苦笑不得 哎 鱼痴的男女 做这么荒唐的事 哎 另外 再下一个 讲义 对自己要有义气 当你们见到领导的 嘿嘿 你还有不有义气 哎 别仅有个成语 叫做义气 长存 什么叫义气 长存呢 哎 你当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真我 就真正的自己的时候 去发现 一切一切的生问题 与自己等同无二 如果说 我来到人间 跟别人当儿子 那我就当个好孝敬父母的儿子 如果说 我跟哪个女人当丈夫 我就跟他当个合格的丈夫 如果我就是当妻子 我就当个合格的妻子 结果我后来当那个孙子 那我就合格的 跟爷爷奶奶当个好孙子 后来你说 我八十岁了 我当那个爷爷奶奶 我就当个合格的爷爷奶奶 你不能说 我爷爷奶奶 就跟孙子说好话 小孙子 我老来将来挣点钱给我吧 他还有意气吗 这个意气啊 就是 你在什么位置上 一定去做你这个位置上的事 不能跨越 他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知 假设你在单位 你如果当的科长 你就别去 去当主人 就把主人的事理了干 如果说你在 居委会 当的一个委员 你都不去把居委主人的事 你拿来干 是不是 如果你在家里当旗子 你不要把你丈夫的位置 跟他悬开了 这就做意气 你不说 你那个自己 跟我那个自己是一样的 那你跟我是既然一样的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不是 自己本能 现象不一样 是不是 不同的相 对应的不同的规矩 不同的身份 对应的是不同的规矩 你解释说 你假如你有这个能力 散回先天了 假如说 给你安排个职务 说叫你是个巡查使 在天上 那你就去巡查 善与恶 是不是 那如果假如说 叫你去当阳王爷呢 你在阳王爷当了 三年五年过后 你都你说 下面你们拐一下 我这摘阳王爷的 你当这么多年了 我想上去当一王大帝 当两年 这就没有意气了 所以就知道这个真正的自己 一定不要自高自大 以前我原先学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于是 讲到什么是自己的 回去了都是 目中无人 自有为是 有什么了不起 你那个自己跟我自己不是一样吗 谁怕谁 谁负谁呀 两口子之前还打架 学了那么多年了 还跟人家那个哭 闹 丢人 这就是不知道这个什么 真正的自己要什么 要拿这个意气 拿这个意 且对应 你比如说 指的无形界 所有的无形界 神也先佛 叫做离开神去 他是无形 那么好的神仙呢 他也是无形 鬼呢 他也是无形 是不是 那这都是无形 那你说 为什么他还有秩序呢 那仙佛来了 鬼魂是不是都要礼拜呢 那地神见天神 是不是要礼拜呢 天神见仙佛 是不是要礼拜呢 那一普通的佛菩萨 和普通的那些神仙呢 见的经佛经仙 是不是要礼拜呢 他要隔守其位 那所以 有形无形 有情无形 间以规矩 而行与宇宙间 不能狂妄自大 这就是意气 不但要有意气 意气长存 就是只要 因为那个虚空间 有形无形 它是永远存在的 那么你这个意气 也就常在 你比如说 像我们在座 很多人是违背了 当你在当儿媳妇的时候 就应该就孝敬你的公公婆婆 就为了应该去洗衣 酌饭 端菜 问候 问寒问暖 有病就得去和他煎药 都叫秦大夫 我们去当儿媳妇 咱们都六七十了 你干了几回 你做了几回 还有一些愚痴的女的 她 她对她丈夫 她对她丈夫还可以 还行 她会就讨厌公公婆婆 你听这女的说话 她还有人心吗 那要说没有公公婆婆 你哪来的丈夫呢 她就要丈夫 她为什么要丈夫 丈夫为她奉献 她就不要公公婆婆 因为公公婆婆要 她要为公公婆婆去奉献 绝对她没有 既没有端茶 既又没送水 又没洗又没做饭 你说这儿媳妇 不就徒有虚名吗 这人还有义气吗 所以 真真知道什么 是真真自己的人 这些事 不说自然去做 是不是 那还有一些当儿子的 对他爸妈 他自己长大了 能挣点钱了 对他爸妈爱你不理的 还跟他吵架 笑话不笑啊 就这样的人 他有时候 他也是佛弟子 或者他也真的 知道真真是自己的人吗 他也知道 什么是道吗 不可能 你讲给他 也是骗人的 年 我们大概意思应该知道 年就是节节 节约 什么叫节约节约 自己他是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无时以前 无时节以前 本有无时节的将来 永存 那他怎么节约呢 这个年呢 就是要 你看 因自己而生心 你心生的越少 这不就是年 这不是节约 你心生的越多 你是不是就越累 你心生的越多 你思想是不是就越多 意识也就越多 思想意识越多 是不是你就 被这个思想 被这意识 烦扰于你 你是不是就坐里不安 好 那如果说 因为有心 同时你还有身躯啊 在佛教里面讲的 有法身 有暴身 还有化身啊 三身四肢的 五眼流通的 哎 那些事 话外话啊 那么 当你这个身去 什么叫节约 你手用着不就节约了 哎 特别是做那些无用工 你有事没事 搞女游 有事没事跑四大泥山 有事没事逛公园 有事没事跑去到商场 百货大楼 你节约不节约你自己 是不是 因为身心是你自己的身心 在这个地方的年纪 就是指要节约 要勤俭 所以在勤俭就说 比如说 常常守勤俭 是不是这个应该勤劳一点 哎 别让神奇去走无用工 比如打麻将啊 逛马路啊 那是不是应该节俭 哎 但是你说哎呀 老师讲话要节俭 你回去跟你丈夫走 做饭我不愿意 师父讲的节俭 我把身体放这别动 那你是不是就搞错了 哎 假如我们在座的 你公公婆婆还健在 你跑回去了 你说师父讲的要粘 公公婆婆 我好久没回来 你们做饭我吃 师父讲了要粘 所以那粘就是尽量少干活 哎 那用鱼吃到极点了啊 那这个时候你回去 是不是要赶快 让公公婆婆休息 你去劳动 种地呀 种菜呀 或者是做饭 给公公婆婆吃 这个要勤呢 啊 连就说 不要让神奇去做一些 违背自己岗位的事情 或者违背自己身份的事情 不要去做 还能做 不要去 做一些就是无意的事情 有时候在这里 想去听戏呀 想去看戏呀 想去看演唱会呀 啊 或者是就刚才说 就逛公园了 逛白货大楼了 有什么意义 这些一定要年 啊 年如果做到了 这种人呢 你进来注意 应该要找到 羞耻 人要有羞耻啊 什么叫羞耻啊 忘了自己的人 你就已经不是羞耻了 是不是 忘了自己的人 他已经不知羞耻了 比如有些人 他 你都见了男的 说大哥 羞不羞耻 大哥 你真好 羞耻不羞耻 他没有羞耻 都不知道什么 叫羞耻了 哎 你在大街上 你经常有时候 看那些女孩子 挽个丈夫 那个男人的胳膊 他是不是就已经不知道羞耻了 他为什么不知道羞耻了 因为他忘了什么是自己 知自己的人顶天离地 不卑不亢 是不是 他怎么会那么跌神跌气呢 凡是跌神跌气的女人 都不知道羞耻 看你改不改 凡是好占便宜的人 不知道羞耻 比如我先说了 咱们吃这一口饭 是不是要靠自己劳动力 才够这个资格吃这个饭 什么劳动 体力劳动 还是劳力劳动 什么叫劳力劳动 你比如说现在上班 在办公室 按电脑 看资料 这就劳力劳动 搞设计的 什么叫体力劳动 扛着厨子在地里干活 这就体力劳动 挑水 挑粪 背土 这不就是劳力劳动 如果这两个劳动 你没有 而吃着别人的汗水的饭菜 住着别人 你自己没留学 留汗的房子 那都是不知道羞耻的人 一定要自己去奉献 但是不是说房子 你要自己建的房子 才做不事的 你至少就说 参加体力劳动 或者劳力劳动 换回来的 钱再来买的房子 也可以 你换回来的钱 再去买粮食 买蔬菜 吃你也可以 如果你没有这么去做 你吃了 你喝了 你用了 你还觉得洋洋自得 还一天可乐去了 你就是没有羞耻 不知道羞耻 连这种人 他身上出的汗 就老臭了 出的气呢 也老臭了 要是生策子拔的食料呢 上海人说的老老臭了 是不是 所以要劳动 如果说没有 当然最根本的 就得羞耻 就是 忘了自己 也感到耻辱啊 我怎么自己把自己给忘了 你说丢人不丢人 上根之人自己常在 中根之人自己实存实目 下根之人 对自己大笑 哪有个自己啊 神区就是自己 别听他哄人了 什么是自己啊 我的心就是自己 别听他哄 骗人的 那是下根之人 问问咱们是哪一根 上根还是中根 还是下根呢 一旦想下根之人 他认为 心都是自己 神区都是自己 他没有廉耻 管他的 不吃白不吃 喝不喝白不喝 钱不用白不用 是别人的 哎呀 别人的拿来给我也用 是不是 反正这次死了下事什么都没有 吃喝用骗拿用 这都是下根之人 也可以说下下根之人 中根之人对自己实存实目 就是说 一会知道自己 本来比如说 一见他了 知道自己 因为自己跟自己是一样的 他从年龄上是我长辈 见他 哎呀 你好 你来了 你看他是长辈 我是晚辈 那如果说他是长辈 我是晚辈 一打招呼 人家对我长辈 这么如此尊敬 我对这个晚辈 是不是应该以理相待 哎 我来了 你现在身体挺好吗 相互之间是不是 有理有貌 因为知道自己了 一旦不知道自己呢 这哪老人来的那个老太太 干啥来的 这是老太太 他说忘了自己 一忘了自己 说话是不是就不文明 一不文明 是不是就背了自己 你背了自己的人 你说他还没有羞耻 羞耻都没有 哪里还有年齿 年齿没有 还有你 你没有 他哪里还有孝起忠心呢 拔得全无 拔得全无 你说他是人 还是不是人 人也非人 你说 是不是 所以 我们讲的这个拔得 这个拔得 是我们自然而生的 孝体中心理念 就是这个我们 自然而然的 就这么去做 不需要人督促 也不需要人 去提醒你 天然的就这么做 自然的就这么做 而这么做 没有想到得不得 因为 自己自己 都是自己 是不是 天地间 哪一个不是自己 哪个不等同于自己呢 哪一个又不是自己呢 我理所当然这么去做 自然而然的 这么去做 正因为自然的这么去做 所以我经常我们说的 有句话叫做自然为道 啊 是自然为道 所以自然为道 我们自然这么去做 你还在那想的 有没有个得不得 是不是叫上得不得 就是说 你自然这么做的 你很有得 并且是得是太高了 无上高的德行 但你没想到 你要去陪得 没想到去习于得 而自然挪于得中 所以说 挪于得中 不知何为得 这叫上得不得 他就这么做了 这种人谁能做到 真先真佛 他们能做到 是不是 那么真先真佛如此 我们与真先真佛又有何意呢 因为真先真佛的 所谓的我 所谓的那个自己 与我们这个自己 是不是等同无二 既然等同无二 先佛如是 是不是我义如是呢 那是不是有大佛子 佛有大先子先 他干他的 我干我的 隔尽其之 隔手其位 隔尽其责 天下一片黯然 是不是 就因为如此 所以呢 我以前呢 写了一首打油诗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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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